而且都是Main in Taiwan 可是他的花生可能是来自中国 农委会陈吉仲日前大费周章做简报 开直播就为了痛批高雄社资金区会 害死农业 煞油歧视的30分钟直播 韩国瑜看不下去 陈吉仲主委 不要大小眼看高雄 农业怎么可能会冲击到高雄 所有的农产品不准进高雄就好了 我们所有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农产品加工 以本地的食材为主 加工出去外销不就好了吗 重点在管理嘛 管理就可以了 我们当然要保护台湾的农业 这完全没有问题 自经驱逐州是要将本土农产加工外销 怎么会伤害农业 蓝英立委也拿出证据来打脸 若照陈吉仲逻辑 台湾进口大陆农产品会伤害农业 那早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候就有进口 李登辉开放479项 陈水扁时代最多开放了936项 所以陈吉仲认为最伤害农业的是陈水扁吗 我再次强调自由经济示范区 百分之百伤害台湾农业 因为按照自经区的42条里面的规范 开放对中国管制的830项农产品 而且是用零关税进来 他在扭取我们的法案 比如他讲42条是可以进来 但进来加工之后必须全部外销 他都不讲 所以这个主委真的非常的夸张 陈吉仲的说法被篮尾接力打脸 为了黑而黑的蔡政府 手段老百姓都看在眼里 记得类贯张扬 杨世絮王乃鱼台报道